肺腺癌的病人 我想整個肺腺癌 不要把藥物是現在一個很重要的治療方向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適合不要把藥物的治療 其中的關鍵就是 肺腺癌病人 你有EGFR跟OQ基因突變的人 這群病人是非常適合不要把藥物的 假設是沒有基因突變的人 但對不要把藥物的效果就會比較沒有這麼好 所以個人化的治療或鏡頭的治療 最重要的就是做基因檢測 现在我们知道两个的基因 就是EGF基因和OQ基因 这些病人你诊断出来 你一定要去做基因检测 有基因检测的话 就是要服用标靶药物 没有基因检测的话 就是可能要先考虑化的药物 再加所谓的 现在比较效果不错的 增济标靶的药物 整个就肺腺有基因突变的 EGF大战大概接近70% OQ大概5到7% 这些病人来服用标靶的话 大概有70%的有效的反应率 那没有基因突变的 大概就是剩下的大概20几% 当然这个就是以化疗为主 当然现在还有比较新一代的化疗 也是不错的药物 那整个化疗 新一代化疗 整个治疗的有效的反应 大概是40%左右 我想无二化除博其 这个字跟一般的病友来讲的话 会比较困难一点 我们举一个比较同俗的例子 今天我们所有的肺腺癌的病人 它有三个标靶的药物 有四到五个化疗药物 包括后面有所谓的正经标靶 甚至后面有现在最新的免疫药物 都要出来了 今天假设说 它是治疗有效的话 就是我选了第一个药物 它一直都有效 一直都没有恶化 也没有跑出新的转移 那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就就是无疾病恶化期 假设说它这个时间 第一个药物就用了两年 甚至用了三年 那接着我可能两年三年以后 才会用到第二个药 那就代表它的整体的存活力 就会时间会很长 它的存活力就会很高 假设说另外一个病人 他三个月就把我的第一个药 就用掉了 就是他三个月之后就没效 当然他的整个无疾病恶化的 就是时间就只有三个月 当然第四个月我就要用到第二个药 所以你的无疾病恶化期 如果越长的话 代表我们整个治疗的效果又会好 越短的话代表 我马上就要用到第二个药 有可能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会把我的药用完 当然根据我们的经验 假设说我们胜选药物的话 你第一个药物的无疾病恶化期 其实就代表它整个疾病的治疗的效果 我们刚刚有提到 现在因为有基因检测 跟有八把药物这个东西 让我们在整个肺腺癌 治疗得到很好的效果 然后我们也有提到 整个有基因突变的 大概是75% 所以大概还有将近30%的人是没有基因突变 当然这30%的没有基因突变的 就是要回到我们的传统的化疗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传统化疗 整个反应期大概就20-30% 当然每个药物不一样 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再从 这些化疗来增进病人的效果 当然现在有 新一代化疗也好 也比较最主要的是有一个 所谓的增济的不要把药物 整个增济的不要把药物的话 加上去之后会降低60%的疾病的恶发风险 然后会把它的反应力从平均的26% 拉到54%左右 我想我们讲的所谓的癌症治疗 大家都一直在着重在所谓的药物治疗 或是所谓的开刀 或是所谓的放射治疗 但是它终究只是一个医学跟药物的治疗 但是我想我们每个病人很重要的 除了这些药这些手术这些放射的东西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病人的身心状态 就是他的身体的状态跟心理的状态 在我们高雄长科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肺癌团队 当然我们治疗的团队以胸腔内外科 血液肿瘤科放射肿瘤科为主 当然我们有一些诊断上面 有病理科放射诊断科 核子医学科 另外我们为了顾忌到病人的身心理的一些重要因素 我们有营养治疗师 我们有安妮 我们有妇理部 我们有个管事 组成我们的肺癌团队 我们的每个病人 每个的性发个案 都一定要在经过我们的团队讨论 给他一个最适合的治疗的方向之后 才会开始治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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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